孩子想吃奥尔良烤制不用再去外面买了 自己在家就可以做 七吃两面打扇花刀 加葱姜 料酒 生抽 蚝油和两勺奥尔良粉 抓匀腌制两小时更入味 下油锅炸至两面金黄 外酥里嫩 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要是吃梭子蟹的季节 给我家小朋友做一个梭子蟹蒸蛋 一只会功夫的梭子蟹处理干净 给他大蟹8块 摆盘备用 鸡蛋液和温水1比1 加少许盐 搅拌搅拌贴掉泡沫 倒入摆好的梭子蟹中 盖上蟹盖 水开蒸10分钟 出锅啦 淋上热油葱花和蒸鱼饰油 好吃到连渣都不剩 今天要学了一道好吃到远手指的美食 可乐鸡蛋 可乐的微甜 安纯淡的Q弹 搭配虎皮的香酥 这种美容的感觉 真是谁是谁知道啊 凉拌腐竹木耳黄瓜 我猜你们肯定没吃过 一根拍晕的黄瓜切断 水开下腐竹木耳焯水3分钟 放洋葱 蒜末 小米辣 盐 糖 鸡精 生抽 香醋 蚝油 辣椒面 辣椒油 花生米 香菜 抓匀 简直不要太好吃了 每根金针菇都有属于它的牙缝 金针菇去掉根部 洗净 焯水一分钟捞出 放火腿 黄瓜 小米椒 多一些蒜末 少许盐 一勺糖 大勺生抽 半勺醋 一勺香油 一圈热油 再加红油辣子 有条件的放一勺蠔油 抓拌均匀 凉拌金针菇就做好了 今天周末 给我家小朋友做一个香菜丸子汤 先给处理好的肉馅 按屏幕上的调料 满一个味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抓匀 再做一个鸡蛋汤打底 不想煎鸡蛋的也可以用大骨汤来打底 味道更赞 把调好的肉馅挤成丸子 放汤锅煮五分钟左右 一碗香喷喷 热腾腾 QQ弹弹的香菜丸子就做好啦 对于小孩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吃两根 洗干净的猪后腿肉用厨房纸擦干 将肥肉瘦肉分开 肥肉打得越细越好 瘦肉稍微打烂就行了 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 打好的瘦肉加盐和碱水 没有碱水用小苏打 然后用手抓匀 并摔打上劲 摔成这种稀巴烂 一碗灵魂酱汁加入其中 配笔都打在屏幕上呢 记得抄下来哦 继续抓匀并摔打 大概九九八十一下也差不多了 再加入肥肉 洋葱 蒜末 红薯淀粉 搓匀 腌制两小时 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 灌水洗两遍 有漏漏的挑出来不用 准备灌肠器 塞满腌好的肉 一段套上肠衣并打结 肉不要灌太紧了 五分满就够了 不然蒸起来的时候要爆肠 分成小段 每段都要扎孔 挂通风处 晾干表皮 这样吃起来表皮才会脆 上蒸锅水开后 转小火蒸一个小时 出锅了 不着急吃的 可以封起来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再解冻 用不粘锅 小火慢煎四五分钟 或者空气炸锅 160度烤20分钟 中途放一次面就可以吃了 一口包子脆皮又弹牙 我儿子一口气吃了三根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520你们想好送什么了吗 我觉得送土豆就挺不错的 把土豆切成小块 把它们放进锅里 水记得要加少一点 一勺盐 一勺橄榄油 煮出土豆的味道 剩下的土豆 下次用来做土豆泥巴 我们要吃这个土豆水 重新起个锅 加入土豆淀粉 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变得浓稠 转进裱花袋里 然后挤在油纸上 用勺子铺平擀薄 还有一部分挤进长条形的模具里 120度先烤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发现还是有点湿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小时 看看这金银剔掉的薯片 薯片差不多了 但是薯条有点失败了 仔细看了一下 形状不规则 而且烤不干 拿出来很快就粘成了一坨 还好我又剩几个土豆 重新煮一锅土豆水 拿出以前做好的葛根粉 葛根要比土豆淀粉更浓稠 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 同样的小火边搅拌边煮 装进裱花袋里 再次挤到模具里 吸取了前面的教训 这次我们烤久一点 边缘可以轻松脱模了 但是中间还是没烤干 再加一点时间 超酥脆超有趣的透明薯条 也做好了 不仅仅是透明而已 它还特别的酥脆 重点是热量还低 一盒琉璃薯条的热量 还没一根普通薯条的热量高 快做给应该的人吃吧 有钱玩橙香 没钱玩闻香 沾下带叶调掉枯黄的叶子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晒到完全脱水 捏起来脆脆的就可以了 这一步强烈建议你们用研磨机 你看垂了一个小时还是不够细腻 要吹成这样的程度才可以 一共就这么多 我感觉手都要飞了 仔细检查一下把其中的叶根给调掉 大安翔王艾蓉 又得来敲木炭 过一下筛 留下细腻的粉末 粉和艾蓉的比例大概是1比1 再来点熊黄 家里没有黏粉的可以用糯米粉试试 水要少量多次一点一点的加 就像揉面一样把它揉成管滑的面团 铺上油纸擀平 切成一厘厘宽的长条 它不像蒸蒸的面团会比较容易断 所以盘断着要小心一点 银干一天就可以了 艾草不仅可以驱蚊 它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女生那几天不舒服也可以试一试 但是一定要注意通风啊 快做给你爱的人吧 夏天的花生米不要总是油炸了 可以试试这道醋泡花生 酸爽过瘾 越吃越想吃 锅中水开加一勺盐 倒入花生米和这几种常用的香料 煮15分钟捞出 放蒜片 洋葱 青红辣椒 调味只需倒入一包这个大厨 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醋泡汁 其他的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还可以泡萝卜泡黄瓜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搅拌均匀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去做吧 夏天的花生米不要总是油炸了 可以试试这道醋泡花生 酸爽过瘾 越吃越想吃 锅中水开加一勺盐 倒入花生米和这几种常用的香料 煮15分钟捞出 放蒜片 洋葱 青红辣椒 调味只需倒入一包这个大厨 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醋泡汁 其他的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还可以泡萝卜泡黄瓜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搅拌均匀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去做吧 鸡翅不要老是拿来可乐了 做的蒜蓉鸡翅也很好吃 鸡翅从中切开 放料酒 生抽 两勺奥尔良腌料 蚝油 扎匀腌制一小时更入味 油热均匀地摆上鸡翅 多翻几次面 榨至两面金黄捞出来 运起锅爆香蒜末 倒入鸡翅 翻炒均匀 加一把青红椒出锅 又香又软 我家两个孩子都喜欢 过年不要再去肯德卖排队吃烤吃了 教你在家复刻他们的味道 而且干净又绿生 像这样的鸡翅翅 一分为二切成这个样子 放碗中 加奥尔良腌料 少许蚝油和水 抓匀冷藏一个晚上 放空气炸锅或者烤箱 没有空气炸锅和烤箱的来我家吃 180度烤20分钟 中途翻一次面 出锅了 满屋飘香 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今天做好吃的火龙果奶糕 家里有不喜欢喝牛奶的小朋友 可以试试牛奶这样做 火龙果切丁 压出果汁备用 锅里倒500毫升纯牛奶 60克玉米淀粉 20克白糖和10克火龙果汁 开小火不断搅拌至粘稠壮关火 模具刷一层油防粘 倒入淀粉糊糊 整一瓶整 冷藏两小时脱模 切成均匀的小块 准备椰柔 倒入碗中 和一层椰柔 浓郁的火龙果奶糕就做好啦